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带你回家 别走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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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没得懂 他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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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妹 你怎么样 我没有 我想睡醒 再坚持一下 咱们很快就安全了 很快就会龙寨了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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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不痛 不走 不好 丫头重担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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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 赶快带她回去 哥 你听我说 我问你 你是来救二哥的吗 是的 我是来救肥宝的 真好 是我错怪你的 你不是胆小鬼 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妹妹 哥哥不是胆小鬼 哥哥爱你们 哥哥一定会来救你们的 别说那么多了 我带你回去 走 哥 哥哥 自从你离开了家 你就再也没有陪过我 我想起 我想起小时候 我总是那么的任性 总是让你陪着我到初儿 你 放心 妹妹 等你伤好了 哥天天陪着你 你想去哪儿 哥哥就带你去哪儿 好吗 二哥就没有我这样的福气 可是他现在没了 我多想回到小时候 我们三个人一起玩儿的时候 多好 好想回去啊 一定会回去的 等你好了 哥 哥哥带着你玩儿 哥哥答应你 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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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走 小妹 小妹 你别睡啊 带她回去 多多 带她回去 小妹 咱们回家 咱们回家啊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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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妹 你 Candy 甜 我跟废虎已经尽力了 我跟废虎已经尽力了 而且 废虎也要胡子郎杀死了 废虎也要胡子郎杀死了 把你女人带进来 放开她 老爷 大少爷发现了他一路的手势 断定他已经发现了密道 便让我演了个双簧 他果然要从密道逃走 你究竟是什么人 龙振镖 你就要灭亡了 我方桐现在恨不得能马上飞回到我的四郎身边 和他共同分享胜利的喜 贱人 胡四郎跟你是什么关系 如果你还记得 当年龙朝 被你逼得家破人亡的胡家 龙啸山惨遭灭门的红家 你就不难知道胡四郎和我方桐 到底是什么人 原来如此啊 是洪狐两家冤魂未散 是找我龙振镖报仇来了 对 我们就是来找你报仇的 这是我和四郎 从小到大最大的心愿 当年 你残忍杀害了胡鸿两家的仙人 却没能斩草除根他们的后人 而今天 胡四郎和我方桐 也让你绝了一儿一女 也让你尝尽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你难道不觉得 这是报仇吗 龙振镖 自到我方桐 嫁入你们龙战的第一天起 我就将我的生死置之途外 死又何惧 我早得把自己 变成向你复仇的武器 你现在就可以杀了 来发现你的愤怒 但是我方桐 我会以一颗不死的复仇之心 在天上看着死了 负命你这个恶头 因为我们才是最后的营家 大哥 吊死这娘们儿 杀一敬拜 让胡四郎尝尝 冒犯咱们龙家的下场 对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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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回我儿子威报的权势 放了他 杀了他 这臭就是他 咱们再给你写一停停 我真心 我就给杀了他 就是屁 你杀了他 就是 你杀了他 就是这个奸细 就是这个奸细 就应该把你杀了 杀了他 你小白报仇 我奸细 你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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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他 我杀了他 太人 放途没有感到荣寨所未惨吧 反倒是门外的一派肃杀之气 让他在迷惑中 交迟缓 车 也许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龙虎两家在龙啸山的恩怨游来已久 当年胡首里撕通烟饭鱼肉百姓 龙城鸦片泛滥 无奈之下 我率众扛起禁烟大吉 你就不该放了那个女人 这会驻扎胡四郎的气 咱们龙寨 极其可以 龙寨之所以有今日 都怪当年我禁烟心切年轻气盛 也许是因为我手段过于严厉呀 遭老天报应 我龙枕标 真不应该为了我个人 让龙寨的百姓受到牵连 非吧 小妹 也正是为了我这个浑蛋父亲而离去 阿翩 非虎 都督 你们带着飞龙队 保护我龙寨 老老少少 从密到 逃生 不能有任何善事 大哥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怎么能凭下你一个人 老龙头 你放龙寨百姓逃生 那是你的仁义 可我龙阿平 是丁要跟着你老龙头共存亡的 非虎队 事已带着共存亡 非虎队 事已带着共存亡 你不想要 想不到这个小倦奴子 也有如此孝心哪 我别的 为了我的妹妹 和弟弟 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等会儿 你知道吗 在你即将蒙难的时候 我也看到星黄雪了 我真怕是因为我 有了战绩 让你在龙寨更危险 思冷 我一直都相信 你和我的心 是相同的 龙寨龙镇标 覆灭丹西可待 可这一切 都比不上你能逃出胡血 更令我欣慰 再不让人离开我 我也再不愿意离开四楼 童儿 你是不是因为 想从密岛脱身 才被老贼抓到的 他已经山军水旗 让他知道是我们胡鸿梁家 再向他复仇 岂不是更好 你太冲动了 万一老贼犯量无情 对你下了毒手 你让我在世上如何毒活 我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吗 告诉我密岛的方向 我即刻派人诛杀了岁 为你血迟 老爷 你就慢慢出去救二少爷吧 救二少爷 老爷让你出去 我龙镇标 雄霸龙孝山几十年 还不至于 哪个女人 吓唬向我报仇的人 放过他 我没有下过密岛 具体的情况 我不知道 判冲权 四爷 有什么安排 龙寨有条密道 知痛债外 快不得 龙飞虎和龙小妹 可以轻而易举地 潜出龙寨 堂堂当家 明天我们就要对龙寨 发起总共了 今天夜里 多带些人上 在龙寨周围搜索 务必找到东港 四爷放心 龙寨的人 一个也逃不了 等等 四郎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现在就可以灭了龙镇标夫子 来报了我们的大仇 龙寨在龙孝山也不复存在了 但是我希望 你能够放了龙寨那些债民 他们是无辜的 和我们的仇还没有关系 什么 放了龙寨的人 主子 去执行我的命令 下 四郎 不要再说了 童儿 我知道你敢念龙镇标 刀下放人之情 但就不该因此 忘记父亲临终前的遗言 你我两家的仇恨 不仅仅是一个龙镇标 还有龙寨 这可对你我两家犯下透天罪行的黑色营盘 虎儿 你来这密道 最应该注意的就是这些炸药 这些炸药 足以把整个龙寨送上天 我曾经的意思 倘若有朝一日 我龙寨落败 我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受我龙寨恩惠的人 逃离龙寨 其中包括我自己 想不到啊 我龙寨落败 是因为胡四郎 和方桐这两个娃娃 向我报仇的结果 在烫麻子飞哭 胡四郎 他可以杀我而不杀 其目的就是想让整个龙寨成为他 胡家复仇的殉葬品 我没有权力让龙寨局寨老少 因我个人而去死 去迎合他胡四郎 其中包括你 我唯一紧存的儿子 柜儿 这个地方又就是你母亲上吊自尽的地方 我知道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 你还知道些什么 told 我还知道 是你逼我母亲 上吊自杀的 你想知道 你母亲真正的死因吗 我原想把这个秘密 永远地带走 可是现在我意识到 我没这个权利 你是没有这个权利 是啊 你是上官氏的骨肉 也是他初为人母的 第一个宝贝儿子 那个时候 是我和你母亲 最幸福快乐的时候 夫人 你脚下的山 这片热土 就是我龙震标的山 也是我的热土 你们哪 也是他们的主人 夫人 非常感谢啊 你为龙家后继有人 生下了三个儿女 男的像我龙震标 女的 像夫人你啊 天有我龙震标 天有我龙家呀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造化弄人 你母亲上官氏 你母亲上官氏 留得离奇恶奇 她因患病 让她疼痛难耐 她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呀 最可恨 你倔强的母亲 她不让我看出 她一点生病的痕迹 更不想因为患病 失去 她在我眼中的美丽 她瞒着我 用大烟 同病魔抗争 最后 不幸染上烟瘾 不可自拔 而那个时候 正是我在龙啸山 严厉禁烟的鼎盛时期 凡瞻大烟者 均被杀戮 甚至灭门 那可笑的是 我不知道你母亲患有重病 却被我发现了她 吸食大烟 让我怒不可遏 唉 为了严厉禁烟号令 更为了我龙震标 在龙啸山一言如山的威胁 我下令 让上官室 遵徒上规自尽 可我万万没想到 你倔强的母亲 不愿说出她身患绝境 以求得我的宽恕 竟然选择了 悲愤自尽 而我则以上官室 意外身亡的说辞 向外界 隐瞒了她吸食大烟的秘密 保全了我家族 和我龙震标的 变灭了 你母亲自尽不久 我却缺察出 她昏变得很近 顺着鸦片的来源 我找到了龙城藏匿 很深的大毒硝红天位 为整肃龙啸山的 禁烟严令 我率众清教斗巢 没料到那场激战 意外伤及了 不明真相的红氏族人 这是我龙震标 一生最大的汗事 你母亲的悲剧 一直像噩梦般 折磨着我 让我在痛苦中 自食苦过呀 我严守着她的秘密 一守就是十几年了 连你们这般至亲的孩子们 我都没说 胡子 你这绝小子 你现在还恨你老子吗 我恨 没你这个老绝种 哪儿来我这个小绝种 胡子呀胡子 好胡子 闪你们这边 说了 有多少 个小绝对 dusty vir心 ôle 錫 事 终于 二 ich 张营长 在 下令 是 兄弟们 踏铭龙寨 铲除龙刃镖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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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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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皇上呀 咱们业继续理解极权力 要消死犯权 这时候才想逃得下 也算是一段消除了 那是 出席 出席 天静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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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记得 滚 撤 跟我来 走 走 爹 要不这样 你带人先走 我来断号 一日之内痛失一子一女 微分之中 他曾怀疑这是一种报应 他自问 难道肃清鸦片之患 保龙成一方太平 这也错了 不 他要以死 全是自己顶天立地的男儿血性 小妹 废报 还有飞龙队那些娃儿们 都是因为我龙振镖而死啊 我怎么可以生他们而去 我龙振镖不管是生是死都不会离开龙寨 这就是我龙振镖几十年禁烟保民的宿命 爹 你什么意思 都督 四爷 这眼看就要南下了 龙振镖赋复所大献已到啊 唐忠全 四爷 既可带人去往后山 千万别让龙家父子从密道跑了 四爷放心 等等 只需截杀龙家父子及飞龙队 这里的老幼病残 就放过吧 什么 放过他们 四爷 您不能说遍就遍啊 您可别忘了 我媳妇老娘还有孩子 可全是老肥虎杀的 想让我放过他们 绝不可能 唐唐唐家 杀戮过重必早报应 眼前的龙振镖就是个例子 听胡某一句话 就算是给我这个现场 留些情面 好 好 好 胡子啊 走吧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啊 或者你从小就丧目 饱受了没人呵护的煎熬 你让爹陪着你弟弟 也没有 到印曹地府 让爹去保护他们 去呵护他们 快 快 快点 快走 不好了 后山有人进来了 你带着飞虎赶紧走 慢点 不要管我 你快走 带着他赶紧走 走 快走 快走啊 跟我走 快走 可